0403强震造成封冰箱亲不知止海上古道园区设施严重毁损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对外开放 乡公所目前积极向上级单位提报后续灾负工程计划 暑假期间为了提供游客民众方便服务 乡公所计划开放园区入口停车场和公测安全区域 让民众方便的同时也可以进行防震防灾的机会教育 从0403强震破坏满目创意的清不知海上古道园区 至今仍处修园状态 何时能够复原独二开放 乡长邱福顺亲自给答案 原则上我们可能会花到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来去做一些改善 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开放 但是在7月1号以后我们有部分的开放 因为我们体系我们所有的游客 尤其是要有需求上洗手间的 那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来去做一个开放 那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 那我欢迎大家还是来我们的海上古道来去看一看 不一样的一个美景 乡长邱福顺指出 亲不知指海上古道园区为人购物病的隧道经出口交通问题 经过地方与公路局曾经反映协调争取后达成共识 公路局也预计花费2000多万元协助地方改善隧道入口交通环境动线 以利园区观光旅游的发展 也谢谢我们这次公路总局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那在现在目前公路总局也同意在入口处用他们的土地来去做一些改善 那至于内部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公所志祺来争取相关的一些经费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期待我们也更有能力来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工作 冯冰箱的亲不知指海上古道以太平洋无敌海景景色 以及全台唯一海上步道特色文明 这一次受0403强证重创 海上古道设施严重回损 相公所积极规划后续栽负计划 出估约5到6千多万元的工程预算 进行包括复原海上古道 旧公路隧道内的优化改善 以及规划扩大北端园区附地等等 乡长邱福顺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支持协助 让海上古道园区风华再现 记者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